阿英 徒師傑 台湾 各位同心請坐現在要開始上課了 各位同心請坐現在要開始上課了 各位同心大家好 好 真開心啦 有機會和各位上課 我剛才你們手頭有拿到這張文宣 對不對 不然沒有人再來拿 這張文件很好用 因為我們 我們上課 回家裡 你一定會想說 你的兒子 你的老婆老母 你的兄弟姊妹說 民政府怎麼好 但是我放各位 這件事 這件事 再去秘書店有說 你新台灣論要台語到有色 沒辦法幫你保證 我已經把很多人保證過了 回去以後 後禮拜來上課 他說 他說他們兒子 他們女兒子 都完全不認同 他說他們被騙了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台灣的地位很複雜 你現在拿的這個問題是這樣 過期我們一直在說法例 但是法例通議後 他跟你說 那真的民政府 有辦法接種 其實所有上課的人 都疑慮 所以我上課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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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等了 等到有一天 我們體育政策 上課我也有職務 但是我們現在時間 很拚 你到底要用什麼方法 你相信 但是你也希望你的 你的老婆 你的兒子 你的兒子 甚至你的老婆 老母 兄弟姊妹 大家都來 這麼好康的事情 為什麼都叫不來 我跟你說 你不要千萬千萬 就算你普通班上課 你不要很急 要去跟他講 你頭一個階段 你先把你的主 討好清楚 稍輪兩個個月 你如果真的很有心 你輪兩個月 輪兩個禮拜 等到你完全通議後 你才去跟他講 不然有一個方法 我現在給你 這個問題就是 工具 你回去 你一定要把他戶背 你把他戶背起來 躺在那裡 另外 你隨身跌渣的 如果有筆記型電 你把資料 把它鎖起來 為什麼 我現在拿這個問題給你 因為我們這兩三年 我們在外面一直說 一直說 會產生一個結論 你們說的都對 但是 我沒有相信 你們有那個能力 中華民國 哪有可能 這麼簡單 讓你們看著 這所有 一百倍 要將近一百倍的人 都這樣想法 所以這段時間 我們一直在找政策 我待會讓你們看的 都政策 裡面有發力 發力更少 政策更多 發力我們這幾天 普通班 高級班 都上很多 所以我待會兒給你看的是政策 你現在的政策 你拿到 你這上面的證據一 證據二 證據三 一項一項 你解釋得聽 他如果不相信 算了 算了 這樣 他才不會罵你是笑的 你空的 你去讓詐騙集團騙去 我們現在時間的關係 我現在就開始了 台灣民政府一定會接釋 為什麼說 不能動 好來 我們一定會接釋 為什麼 我們在五月設備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有公佈1949年的機密檔案 我們過去一直有人說 你們有八爪黑你嗎 我告訴你 我已經這個問題 我已經說 也說很久了 對五月設備 一直說 一直說 一樣 台灣人不知道是什麼 叫做無感 還是怎麼樣 政府拿給他 我不知道他想 他的頭靠裡面在想什麼 你們這是不是自己捏造的 那不然為什麼都這麼無感 無動於衷 但是沒關係 我們來喝 齋祖各位 這個問題 讓你看 讓你更有信心 我們過去一直在找 一直在找 找什麼政府 證明說 台灣這個土地 又是日本天皇 這是 1949年的時候 美國的機密檔案 這在我們官網上 是幾篇 都有三篇 所以我把它揀出來 來 台生拜託一下 台生拜託一下 對 你要看 佛爾摩莎 一直是誰的一部分 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政府 所以你 你這些東西 你一定要留得好 來 我先簡單的法例 用這個土地的東西 說給你聽 你馬上清楚 我來解釋 是日本天皇的一部分 就是 剛才那個機密的檔案 我用這個東西 因為我今天 沒有回去辦公室 所以我才存在 他們 待會兒要來 自己來拿 剛才開始 馬管教育 把台灣和平衡 掛給日本天皇 在這個委託 1985年 但是當時掛年的時候 還有這塊 灰色的這塊 還沒掛 不是台青的 結果青條做一次掛給人 日本天皇來台灣 接受的時候 才突然去發現 到說 哪有一個 高山 我們說的原住民 來他翻空 所以 日本天皇 又用十年的時間 出兵給政府 有一支電影 叫賽德克巴來 就是你講這個故事 經過十年的政府 把台灣這個租款 建議完成 日本天皇一直希望 台灣這個土地 是他的內地的延伸 他一定要 尊照萬國公法的準則 在台灣 在1937年 實施風民法 為什麼要實施風民法 就是說 讓台灣這個土地 所有的台灣人 可以講立文 可以看立文 能夠看得懂 日本的大日本帝國憲法 這樣又經過七百年 剛才在麥克阿社 去登陸琉球一樣一天 日本天皇 用他的教書 就是姓祭 選擇台灣這個土地 緊固萬國公法的原則下 變成大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是意思說這個土地 他去把定義變成他的土地了 這樣說你比較清楚 已經這個土地的所有權 土地的所有權 已經去日本天皇 定義去了 英文都是他的 在那一天開始 台灣用的錢 就跟本土 內地日本四個都有用的錢 一模一模 我訪大學各位看 現在是十八年的總督 用的叫做台灣銀行券 在這裡 在前面十八任的總督 市民地的政策 用這張 早前十八年 在上月四月找他老用的錢 才有回到一個台灣銀行券 這張錢到現在的南韓北韓 以前叫做朝鮮 同一天用這張錢 你怎麼可以去查 這都可以查 但是這張錢應該你不可以看過 你如果說你家 你以前有老日本錢 很不可能拿到這張錢 因為這張錢在台灣才用四個半月而已 日本天皇那兩條元主持團 竊話說他導航 所以你只要有這張錢 很假的 我跟這陣子都沒有人拿這張 有人拿來結果不是 不是這張錢 我先來給各位說一件事 這是所有台灣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 所有人的一個迷思 你不是你如果回去 你問你的朋友 他對過去的歷史很清楚的人 你問一件事 你如果回去就要跟你的朋友說 你跟他問的 你不要說會有一個好事 我跟他說他聽不懂 你如果說我問你一件事 看你知不知道 你如果知道你真真高興了 你這樣問說 我請問你 日本天皇導航那個時候 台灣到底是十分地還是什麼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一定跟你說 那是十分地 我剛才已經拿政府給你看 台灣在那個時間點已經不是十分地了 是日本天皇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能因為戰爭失敗而被割讓 你現在給我給你看這個東西 你把它背清楚 很簡單 沒有什麼東西 你只要背一個主權權利 主權義務 把這個主權權利跟主權義務 兩個對調 以前是主要 後面是次要 這樣我跟你說 你這個法例通了 我現在解釋給你聽 十分地 剛才開始我們剛才說的 馬關條約的時候 把台灣掛牛給日本天皇 那個時候台灣是十分地 但是日本天皇有意思要內地延伸 要把台灣跟北海道一樣 有一天變成他 日本天皇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他真正有萬國公法 改造一些手術 他都教責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台灣一定對十分地 已經專門做他的領土 好 剛才那個過程你都清楚了 我現在來解釋 十分地跟領土 它主要有差別在什麼地方 十分地 先有租款管理這個叫做管轄權 後面才有租款的義務 如果是領土 租款義務在頭前 主權權力在後面 我們來看 當時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在說什麼 這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日本放棄台灣 這是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主權義務 是在主權權力之前已經形成 因此放棄後面這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日本政府放棄後面這個 前者仍然存在 這是萬國公法的整責 世人必須遵守 就像小孩子的監護權 所以你只要抹這張 你頂議這個 最重要 你台灣人那個頭靠 那個角在頭 另外我如果跟你說 如果尊重是十分地 我們一樣的舊金山和平條約 來念一次 如果當時台灣是殖民地 那麼舊金山和平條約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主權權力 主權義務自然不存在 所以你看 如果是市民地 日本政府放棄這個管轄權 後面就不可以了 所以我告訴你 市民地 早有財條主管 早有財條獨立 如果是領土 不可以的 有一種領土可以 加拿大 有人去過加拿大嗎 抓手一下好不好 去盡頭就好了 一個 就是說 兩個 你如果是加拿大 加拿大的憲法裡面 有分離條款 所以 你們應該知道 那些新聞 有魁北克 一幾年前 曾經好幾次要公投 他要獨立 如果魁北克的人公投過半 那 這樣 魁北克 就可以對加拿大獨立 台灣 已經是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領土在 大日本帝國的明治憲法裡面 沒有分離條款 現在的新日本也沒有分離條款 就像說 這個國家 可以結婚 不可以離婚 在加拿大 比較重要 可以結婚也可以離婚 現在的克里米亞 同樣的情形 最近新聞 不是你說克里米亞的事情 他不是公投過了 為什麼聯合國反對 因為 烏克蘭的憲法裡面 沒有分離條款 你如果把我現在的事情記起來 真的變國際法專家 所以你們怕你坐在那邊 運氣很好 簡單的事情 這個問題 我現在要問 知道的人 不要牙手 不要說 因為裡面有很多人 聽過 來我請教 你知道這哪一國的國際嗎 嗯 中華民國 你怎麼那麼厲害 英國 英國 你英國 我就跟俄羅這麼厲害 你還英國 這中華民國的國際 這中華民國的國徽 你一眼茫然 沒關係 等一下 後一張證據就有了 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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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不賣 順頂山你總賣 順頂山 杜秋冰這有三個機 你現在可以用這機 我請教各位 這三機杜一機最大 因為中央最大的 握手 好嗎 差不多都中央最大 中央這機最大 我問你 這機青天白日滿地紅是什麼 這是中華民國的海軍軍旗 這機六軍軍旗 因為當時 中央最大 你白髮 走去印度都拿這機 這機軍旗 這機是軍旗 為什麼這機怎麼會變作台灣 中華民國的國旗 我就是要跟你說這個 你了解這個 你所有頭部 以前的東西都洗到清清清清清 我們去用乖那久 乖到 乖到 我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 來 國民黨的黨政 對不起 聽不懂的台語舉手好不好 我講 那我講 好 我講國語 我剛才有挑人說流風 因為那裡我沒什麼話說 這國民黨的黨政 來我們再來看一段紀錄片 這個是機密的檔案 他上面說中華民國是流風政府 來 台聲拜託一下 直接把箭頭拉到這裡就好 因為那裡的時間 我們可以多說 這個地方有一個名字 這就是流風政府 這是機密檔案 我剛才要跟你們說的問題 到底台灣 那個機子是到底怎麼會變成 中華民國的國旗 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中美共同防禦條例 我相信你們要寒戰 寒戰結束以後 美國 美國 在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用很簡單的邏輯性思考 中華民國的政界就不太厲害了 他如果這麼厲害 不怕 不怕 不怕打來走路走到台灣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寒戰結束 在這個時間點進行 中華民國對三八民國三八年 一九四九年以後 他是標標準準的流風政府 像現在的達賴喇嘛是一模一樣 但是 在這個階段 愛生豪 寒戰結束 在這個位置 愛生豪 沒有主張 寒戰結束前 所以 麥克阿瑟在寒戰結束之前 他就退後了 在這個階段上 照你說美國要親身來占領 但是 你要知道 他要來占領 要用多少事情 要做多少事情 要多少美國的阿平哥來台灣 要花很多錢 要花很多錢 很簡單 很簡單 就叫小姐姐說 很簡單 你跟你的海軍軍機 跟你的六軍軍機 跟你國民黨的黨 黨會 跟你國民黨的黨哥 你拿到立法院三讀通過 這樣我就當作你是一個標準的一個國家 我跟你簽中美共同防禦條例 這樣他就在合法性 他就繼續抵禮台灣 他是尖領軍 尖領軍 十萬要走 但是這樣到這時候六十多年 還沒走 所以在這個階段上 這個中美共同防禦條例 一直走 一直走 走到前 走到中美斷交台灣關係法 繼續接下去 其實台灣關係法就是 你補中美共同防禦一直下去的 所以 你要上誓了解 你如果有心 你有心 你對這幾 我上課 還對陣前兩幾三幾 你找到 所有的題目都 我講得很上誓 你每一集看 好像看連續局 你一直看下去 但是這個地方 我只可以簡單 因為今天主要是要講政局 所以你看 這支青天白日滿地紅 跟這個國徽 他是民國43年1954年 10月23號明令公報 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 為什麼要怎麼做 為什麼他要怎麼做 你不是跟我說這支旗子 是你對中國轉進來台灣 你中華民國的國旗嗎 為什麼 為什麼 又多此一舉 在台灣還要立法院通過 原因就是這支旗子 一開始來台灣 在中山堂用的那一支青天白日滿地銅 他是中華民國海軍軍機 因為當時青天白日 接受麥克阿瑟的命令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蔣介石 他只是委員長 他不是中國的總統 所以美國也怕 派這個蔣介石來台灣 簽約的時候 你只要把他簽約什麼 把主權都拿去 所以他就用 叫青天白日滿地紅 放在那裡 然後 在經過九年以後 他自己親身沒辦法黏 就開始 叫他就地合法 叫他補辦手續 就跟我們想說 這間是圍中建局 已經使用兩三年了 但是有一天 突然 有人幫你檢記 你為了要就地合法 你跑去管政府 還是市政府 去補辦 叫一個建局書 去補辦 圍杜送進去 這樣過 中華民國就是這樣形成的 你要看這個問題 你們唱一四人 應該唱一四人 三民族裔無黨所忠 這不是國歌嗎 但是他中國的國歌叫做 中國雄力宇宙間 這不造型 這底下這三四個元素 到現在 中華民國最厲害 他最厲害改變古蹟 為什麼這三四人 他都不敢改 為什麼他都不敢改 他只要改變任何一個因素 美國就 你走路 你走路 所以你看 我們被騙那麼久了 騙到現在 到現在你才知道 我們台灣人 常常一直說 我是台灣人 你要怎麼證明 但是我今天要用另外一個角度 讓你清楚 在台灣人 台灣人講的 台灣人 到底有幾種 其實台灣人 他只有立場 沒有是非 我問各位 和事能蓋嗎 不能蓋為什麼要公投 既然他是不能蓋的 為什麼要公投 因為民進黨他就是反對國民黨 國民黨要蓋他就不讓他蓋 自己在議會沒辦法再發動社會群眾 浪費社會資源 為了什麼 為了選舉 我再請教各位一件事 您回答一下 現在的高速公路 憑良心講 現在的ETC 比以前的收費戰 速度更快 認為現在的ETC 比較好的人舉手一下 你們都為反對而反對 現在的ETC速度很快 一定比以前好 如果以前那個收費庭 比較好的人舉手 你認為收費庭比較好 我告訴你 這就是我現在在說的 其實現在的收費站 根本不用收 我在美國和加拿大 溫哥華 2000多公里 我開了五六趟 我沒有一個收費站 你現在的高速公路 不是用納稅人的錢去蓋的嗎 為什麼還要收 就好像爛蘋果兩個 讓你挑一個去吃 你可以選擇不要吃 我現在講的是 台灣只有立場 沒有是非 我們今天民政府在外面講 講了九個對 只有一個錯 就是因為我們還沒執政 所以對方不相信 現在的國民黨九個不好 他只有一個好 因為他 你稅金交給他 只要告別車 電視打開就開始罵 罵罵罵罵罵罵 時間到了電視也沒了 回去睡覺 明天吃飽飯又繼續開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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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政論性節目我告訴你 我都不知道在看 我問各位 這三五年四五十年內 十年內 從大話新聞 地下電台 民視 談話性節目 從島罵到晚 社會有進步嗎 沒有 因為我現在就跟你說 台灣人只有立場 沒有是非 他把議題產生以後 讓你二選一 很可憐 台灣人只有感情沒有法理 什麼意思 鄭然隆不知道台灣不能獨立 他如果知道台灣不能獨立 他不會去自己休息 也算可憐 現在又出一個 他不會呢 我相信這個不去休息了 因為民政府站起來了 他不去休息 他不會想不開 你既然執政的人說 一直在反對獨立 獨立代表戰爭 這個是所有台灣人 所以我為了要凸顯這個議題 我乾脆我自焚 我相信這個人不會自焚 這個人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叫得對 這是台灣人 所以很多台灣人會認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還有人會認為台灣 這一支是代表台灣 這都把你製造那個立場 沒有是非 我們來分析台灣人到底是什麼人 在座各位 你一定要清楚 我們講的台灣人是講國籍 國籍 國籍 我問各位 你們有出過國 到了一個國家之前 要下飛機之前 你要填入禁單 對吧 你們入禁單你們到底怎麼填 我跟你說我也不會填 我也不會填 寫ROC 寫台灣又覺得怪怪的 如果你這個國籍寫台灣 對方他完全接受 那我們也可以加入聯合國 對吧 幹嘛還要去發動什麼遊行說要加入聯合國公投 你看所有的台灣人 你看所有的台灣人 中國人他住在台灣 地球街角來到台灣的 他也說是台灣人 因為他回到中國也是台胞 這些人佔台灣 在東森的民調 在三月份的民調 就是說你要做你是台灣人 又是中國人的 你不是台灣人 我是中國人 這個人他說我不是台灣人 我是中國人 佔了1.8% 接近2% 因為很多第一代跟著蔣介石來的 很多都過世了 越來越少 結果這樣的人他享受終身奉 不認同台灣的 而且他又領了18% 世間有功利嗎 就你住這麼久了 就你住這麼久了 又蓋大樓給你 那個大樓以前奔給你 前一個眷村 現在蓋大樓奔幾個月 那財產幾個月 憔白我相信我們有辦法感受到 這些人竟然享受這麼好的福利 公平嗎 還有這個應該是在第二代 他在台灣出生 但是因為他的父輩的關係 因為他的爸爸媽媽的關係 所以他不認同那塊土地也不可能 但是這樣的人叫他回中國他也不願意 他不願意 他在這裡土生土長 他不會回去 這樣的人也差不多十四五% 這都沒心肝 你們怎麼不會來上課之前你們都熟這樣 因為你們不知道 我的明明是台灣人 我明明是台灣人 為什麼 為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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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為什麼 這個人 維持現狀 只要今天 只要明天比今天更好 只要我下個月比這個月賺更多錢 我能夠多一些錢可以出國玩 可以到處遊覽 不用拚三張 這個是目前台灣人追求的 但是頭腦裡面有一件事 台灣民政府真的能夠執政嗎 包含各位 我很大膽的跟各位講 因為這個是數據 不能說我這樣子欺負你們 我給你保證 你們上了這兩天課 明天結業回到家 你也是又夢夢妙妙 那真的執政嗎 我給你們說真的 不用多久 我兩週後三週後我就知道 因為剛才你都答應 要有四個人 要有兩個人 要有一個人 不會來 因為你還不相信 哪有這麼簡單就相信 這是我們民政府的主張 我們剛才 跟這兩天 跟之前普通班 應該有人跟你們說 我們是台日本 第一國的日本人 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說 你如果這樣跟你們朋友說 你就叫媽 那還沒自己 台灣人就台灣人 做什麼日本人 我也去問媽 我一個青春 在六三季 生理做得很好 都說你出口車 他有事要拜託嗎 他主動了解民政府 他說你們民政府的主張 是不是 未來 我們是台灣 是日本人 對不對 我說對 說鄉鄉跟媽媽說 你背走 我說好 你紀念跟媽媽 你要跟媽拜託 算了 我說那沒辦法 怎麼沒辦法 我跟你說 在座的各位 差不多 差不多啦 我們不要這樣說 好不好 我們換一個角度 這顆山洞在這裡 我只要過去那顆山的那邊 雖然八山比較快 但是我生一個人可以嗎 我們生一個人就好了 我們對所有 我們要跟他說的對象 一樣我是台灣人 這樣就好 你不要把那個日本 放在頭前 放在後面也可以嗎 我們學什麼人 你只要把我後面要講的例子 講清楚 他不會反對你 他絕對不會反對你 我們來學加拿大 加拿大 就是自治政府 你們知道加拿大有總督呢 加拿大有總督 我去加拿大住三年 我現在住國 現在也住三年 加拿大有總督 由總理 產生以後 三星一號 由總理提名總督 讓英國女皇 同意認命 沒實權的總督 沒有實權的 跟以前台灣的總督不一樣 加拿大的總督是沒實權的 一個樣子擺在那邊而已 做做外交 領薪水做外交 人加拿大的人 他對外就說 我是加拿大人 他不會告訴你說 我是加拿大人 又是英國人 不會 人有他們自己的軍隊 他們家裡連學國 這加拿大 你們聽過說加拿大 去加拿大 加拿大 因為你要找頭路沒那麼好找 加拿大很大 才三千六百萬 台灣一隻小孩兩千三百萬 這福利國家 每一個人都向往要去的 如果美國跟加拿大選 差不多 六十八七十八的人都會選擇加拿大 因為福利好 我在那個地方整天一樣只會找魚 也沒辦法只要開大 要上班要賺錢 沒機會 澳大利亞 同樣大英國協跟加拿大同樣 我們同樣的情形 我們來看紐西蘭 紐西蘭跟加拿大澳大利亞都是一樣 台灣人在美國軍事占領 以後台灣人要做什麼人 我要做台灣人 但是我要把日本天香港 土地雖然是你的 但是我會跟你友好 我會跟你尊重 所以為什麼我們每一年 年底我們都要去跟日本天皇祝壽 都一兩百的 世宗都穿這樣去祝壽 原因就是說 我是你的雖和孝生 雖然四個月出席以後就去冒牙了 但是佛政書有所謂定義 只是你不成任理 因為為什麼不能成任 因為舊金山和平條約叫他不能成任 而且這四個月大的孩子 因為戰爭失敗 那個親生老爸 養父 那個養父一直告訴你 你現在這個身父 他當時多壞 多壞 多壞 這樣就跟你說 我們現在知道我們的親生老爸 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要跟那個人說 那是親生老爸 他跟你說你 背奏 沒關係 我們不要這樣說 先給民黨再來說 所以你看 現在就開始要說你現在文選那裡 第一項政策 民政府到底怎麼申請 因為我們兩千空兩年 美國政府 兩千空九年 這會有暗號 你有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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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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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空九年 有這五項的破關 我相信這幾天 你都知道 但是你要的 可以改歲 你念給他聽 我看你自己就搞不清楚 什麼叫做本土台灣人 沒有國籍 我要一項 改歲給你聽 本土台灣人 沒有世界承認的政府 台灣省政府動什麼 這很好解決 這很好解決 所以剛才秘書店有說 馬英九在就職的時候 那支旗子 青天白日滿地 讓他改做變裝那支 他就是要尊民政府 本土台灣人至今 仍生活在政治戀獄 待會兒這個問題 我改歲圖片 我要用圖片 讓你們清楚 這待會兒我改歲 美國行政單位 要主動協助研告 台灣民政府 成立他們自己的政府 我們怕你辦身份證 我們怕你 你們一桌的那些上床 要盜這個四千尾 這什麼道理 美國給我們加 我們要把賬款拿回來交給你 什麼叫做賬款拿回來交給你 現在的中華民國是軍事政府 軍事政府 為什麼軍事政府 你如果有一點概念的人 軍事政府怎麼會管到內政 這問題 這個問題也是我們一直在頭部裡的懷疑 為什麼軍事政府可以管到台灣的內政問題 不是他管你內政 是你所有的公言人 全都去領軍事政府的國民身份證 舉個例子我說給你聽 我現在拿綠卡 我是真的拿綠卡 我現在在台灣有上班有賺錢 我每一年3月30日前 我美國的國稅局 我要申報 全世界的時候 你把中華民國領他的國民身份證 他的政府現在在台北市 所以他在台灣各處都設一個國稅局 因為你是他的人民 他要設一個社外單位 方便他的國民去那賊公 所以他要去高雄 他要去台中設一個國稅局 你去那裡納稅 但是有另外一個思維 所以今天我們共調說台灣民政府 是未來要關民主政府 如果是這樣 你知道現在外南 最近出那個事情 排法 你知道中華民國在外南叫什麼名字 他叫做台北駐越南經濟文化代表處 什麼意思 為什麼用台北 就是Chinese台北 那個台北就是流氓政府 流氓跟台北市的意思 去年11月還買四台的軍鑑 那個軍鑑用什麼名字去買你知道嗎 台北駐美國經濟文化代表處 又是台北 所以你要知道 那個台北的意思是什麼東西 他都在跟你玩 第五項 才去秘書上說美國軍事政府要進來 我告訴你美國人做事要有法源的根據 他要法源 不是說他今天來台灣 他要向你台灣人改歲 他在美國他要出兵 他也要有法源 這兩千控告年他就有法源基礎 目前台灣還在美國軍事佔領當中 所以阿彌國你也要有需要再報告 如果這個需要報告 我問各位 為什麼台灣關係法會放在美國的國會裡面 沒有道理 所以確確實實台灣是美國軍事政府佔領當中 為什麼中華民國他要離開 你剛才看了一下 剛剛那個是2009年的判決 2010年6月29號簽訂了ECFA 簽訂了ECFA代表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中戰 兩岸的中國人已經不打仗了 但是你不是兩岸的中國人 是那些少數的中國 他是掌權的這一些中華民國的人 跟那邊的人簽訂不打仗 不打仗要回去了 所以美國在兩天之後 美國第七艦隊TPPS有報 離開台灣30年回到台灣做什麼事 你們兩邊的中國人和談 你要把我台灣把我吞掉 我軍艦回來給你看看 另外還有一件事 他知道這樣子 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 在美國我們勝訴 所以他又經過兩天 在華盛頓又把我們成立辦公室 我們再來看一段機密檔案 他說台灣這一個土地 美國是太平洋地區的主要戰勝國 來 台聲拜託 你們有出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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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發的 我去給大家看 你回去送我們的官司去調這個資料 因為這你也需要做功課 我現在跟你說 就是你現在傳我們上頭說 台灣的國際地位就是這個樣子 美國軍事占領地 台灣群島美國軍事政府 這也原名 叫做USMG美國軍政府 台灣民政府的專名叫做台灣群島美國民事政府 簡稱台灣民政府 代替美國執行民事管理 這是軍事政府 軍事政府負責外交國鋒 內政的部分交給台灣民政府 今年八千名海軍陸戰隊 要來台灣 將根據 舊金山和平條約親自占領 國防由美軍負責 民事由台灣民政府負責 民事由台灣民政府負責 我都把大抄小抄都寫在這裡 但是你怎麼可以解釋 我都寫給你了 我們再來看這段就是 為什麼 當時的中國人會在台灣 答案是說 因為中國人 叫聯軍指派 在在別人的領土上 接受日軍投降 這段機密檔案 我們拜託一下 這個東西你回家自己慢慢欣賞 你一定要做功課 流亡政府不能夠就地合法 這個機密檔案我們再看一遍 中華民國不能就地合法 所以你現在可以領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你拿不到中華民國公民身份證 原因在這裡 我還是各位說一個 這個簡單的 關鍵字就好 來 一樣移到後面 在這個地方 中央第七項 2、3、4、5、6、7 第七項 他這裡跟你說 中國的流亡政府 被set up 不能就地合法 你就記這三年這樣就好了 你就專家了 因為這是政府 我們今天不是要跟別人編 我們今天是去他們家 我們拿政府要給他們看 要信不信你自己的事情 來我現在跟你說 我剛才有跟你說 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你有看過這段公文 但這段公文他剛才是要說什麼事情 我跟你說一件故事 當時日本天宏導航的時候 他為了怕東西的大日本帝國再度崛起 他把他五馬分屍 北方四島叫蘇聯去占領 台灣叫金戒州 劉球叫聯合國 獨島就是李明博登島那個獨島 叫韓國他占領 他自己親身占領日本這四個島 在開始占領的時候 蘇聯做一件事 把蘇聯上頭 北方四島上頭的日本人用軍艦載回去日本 他當時還載很多蘇聯的人在裡面 按算說四頭無人島 我占領變他的 那時候就叫拜託聯軍 你把我台灣人 那時候的台灣人有六百萬 你怎麼學蘇聯用軍艦載回去日本 這樣我就沒禮禮拜了 我不會台人 但是現在就聽到美國這樣說 美國說 我沒有那麼多軍艦給你製造 那要怎麼辦 只要用一張的行政命令 把當時我們阿公 我們老爸那一台 全部強迫他 從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號 他在你恢復中國國籍 你所有的日本人都去領 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他是軍事政府 因為你去領他的身份證 我剛才給你解釋 因為我拿綠卡 所以我要照美國政府的意思 因為你拿中華民國軍事政府的 國民身份證 你要給他關係 應該的 但是三十八年以後 他已經變成流氓政府了 三十八年到這時候已經很久 其實這兩張 這張叫做豐葉卡 加拿大的豐葉卡 這張是美國的綠卡 這兩張在美國不能投票 不用作兵 因為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什麼叫做效忠的對象 你如果要變成他的國民 他的公民 你要怎麼做 我 我 我在美國五年 住我兩年半 然後我跟他說 我要申請公民入籍 他就叫你去 庫英議 口試 都過的時候 在法國面前宣示 從今天開始 從今天開始 我要做美國 美國人 我要對美國總統效忠 這樣 那一天開始 你才變成美國公民 但是 問各位 你老爸 你老公 有做這個動作嗎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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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很簡單 二、二、八啊 白色恐怖啊 很嚴重啊 所以不知道喔 五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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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就沒有命啊 這兩張 紀念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要知道 才有一個政策喔 這中華民國 三十五年 三十四年 來台灣 占領 叫丹羽 占領的 價等年 這張公文 頂頭寫公民證 因為三十八年 流亡 變流亡政府 他不可以在台灣 這個土地 發行公民卡 公民證 這當然是謝東民 民國三十五年 那時候 做高雄館的館長 發的呢 我問各位 各位 中華民國不是說 他是主權國家嗎 這樣他就要發啊 照理說 他也要發 發一張公民證啊 總應該是說 他現在應該要發行 中華民國公民身份證 這樣 這樣我們就 透明了 但是他沒辦法發 我剛才有告訴各位 他說 他是代替人來的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你如果回去辦公室 你們辦公室 都有這張 駿的辦公室 都有這一張 這一張可以講半個小時以上 但是我只簡單跟你講 下面是政政法 我們台灣民政府在這個地方 我們高雄 剛才開始叫做台灣行政 展官公室 這就是民主政府 後來 改名叫做台灣生政府 但是你一定會 要廢審 美國不同意 一個軍事 這麼多 怎麼可以沒有民政府 動審 我們民政府在2009年 實際我們已經接過了 我們已經接過了 因為台灣 台灣生政府沒有人 挑采把我們反對 這是民的 這是民的 那軍的 現在實在是比較不建設 軍事政府也幫你關民事 大家就沒辦法 台灣人關關事 你要看 剛才開始的軍事政府 美國受權和中華民國 請教委員長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以後 繼續代理 因為我剛才有跟你講 中美共同法律的條例 繼續 後來台灣關係法 繼續代理 但是我們高雄以後 假登年 這個2010 假登年的6月29 去跟人簽一個法 在這個地方 邏輯性的思考而已 我沒有叫你去背 美國是反共的一個國家 他的代理由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一直反共 殺豬拔毛 因為一直堅持反共 但現在沒有反共 所有台灣人都說 當党做兵就不是跟我說反共 現在他沒有反共 他還去農共 還去美共 還去投共 傲台灣人到現在何去何從 原因就是當時反共是假 既然是假 他跟人簽一個法 中華民國跟共產黨合作 中華民國變成共產主義 我問你 美國哪有可能把台灣交給共產主義 他如果交給共產主義 申請一個問題 在太平洋的防線都打一槍 你是說美國在消費 那些軍艦睡得去嗎 三個半年 千歲庭就交給他了 不可能交給他 所以這張賭 我在差不多兩年前我就做好了 兩年前 這張賭我兩年前就做好了 每年我們要接政 美軍秦新進來 民主政府交給台灣民政府 因為我們國贏 我們是我們國 就這樣 我們來看這項問題 這張最重要 怎麼說這張最重要 這年來 我也一直在找建國 我一直在找 在座各位比較年輕的 你們回去查一下 打這個USMG這四個字 就是我們現在身分證用的那個USMG 跟車牌上面用的USMG 我一直在找證據 讓所有的人 我的朋友也好 我的親戚也好 讓他知道 趕快來辦 我一直找不到這四個字 因為美國國防部很厲害 很厲害 讓你找不到 人家公佈了 來台聲拜託一下 一樣只能拉到後面就好 現在你們自己回去看 有沒有 他跟你問說誰是主要佔領全國 答案是美國 執行單位是USMG 我剛才有給你看 TCG頂頭就是USMG 他就北爪都拿給你看 你如果還不相信 我不知道要怎麼 看去饅頭先撐三個 看有刺 不知道要怎麼再解釋 我們的朋友也一樣 USMG 你會跟民主政府 所以這四年 五月七八才公佈 五月八號才公佈 你的身份證 現在的排列有一點變 以前是在前面 現在是上下 對不對 這邊也是USMG 我剛才有跟各位說 伊拉克模式 我們要求美國政府遵照伊拉克模式 親自佔領 軍事管理你們自己做 民事的部分你要交出來 因為這是鐵的紀律 從拿破仁時代 只要兩個國家打仗 開始佔領一直到結束 一定要像伊拉克一樣 逃個位 他就撤軍了 這個是第一階段 但是美軍進來以後 向琉球的問題 到底美國什麼時候會離開 那就要看我們民政府的功力 如果在很短的時間內 台灣民政府的內閣 能夠組織得很好 社會秩序維持得很好 他就要簽訂合約 他要離開 如果有動盪 就繼續佔領 有可能三年五年 可能不會那麼短 可能十年十五年 可能會離開 離開之後怎麼辦 我剛剛答案給你 如果照以往 我是日本 大日本的台灣人 你這樣說 台灣人還抓共 我們不要這樣子 我們要學加拿大 要學澳洲 要學紐西蘭 你知道紐西蘭的洋 洋子比人比較多 你知道嗎 這三個國家 我告訴你 福利國家 叫做好山好水 好無聊 真的是這樣 那土地都很看 我們來講美軍要進來的政局 這是政局 這你不相信 我告訴你 這個證據給你 你不相信都不可能 美國有史以來 有史以來 在美國境內 爭兵了 爭兵的對象 有特別指示 要華裔 我念這一段給各位聽 美國啟動緊缺人才增兵計畫 從今年10月1號開始 過去兩年在美國合法居住 無永久居留身份 就是綠卡 這些人可能去讀書 去上班 待在美國超過兩年 他的家人都跟著過去了 包括54種非綠卡身份 均有機會加入美國陸軍的方式 跳過綠卡申請程序 直接快速成為美國公民 獲得陸用的美軍家屬 身份調整將四同優惠 就是說你的小孩 你的太太跟著你在美國 但是他是工作簽證 學生簽證過去的 還是其他的身份進去的 你只要服兵役兩年 或是一年半之後 你就變公民了 你不用像我一樣要考試了 不用了 你的小孩你的家人一併受惠 在後面 這邊有講 此外還需要通過體檢和雙語測試 其中報考中文陸軍的申請人 需參加國語跟粵語的聽力閱讀測驗 國語 你知道全世界在國外 會講國語你們講什麼 講國語那是都講台灣 全世界 有不是講華語 不然就講普通話 我問你這些阿兵哥在美國會講 會了解美國的文化 會講美語的 去當美國兵 要會講國語 我請問你 這些人要派去哪裡 台灣 這個真兵的地點 這邊有一個叫羅蘭鋼 這在LA 我經常去那買菜 這不是台灣的地址 你們自己有時間 另外還有一件事 八千位美軍要進來台灣 這一些八千位的阿兵哥 都應該都在30歲以下 絕對在30歲以下 年紀太大 要怎麼做兵 你知道琉球阿兵哥放假 四個喝酒 跟當地府路產生了很多糾紛 如果美國在同樣的模式進來台灣 又跟台灣人又產生糾紛 跟婦女又產生糾紛怎麼辦 很簡單 我跟他們的母子兒 都叫他去帶台灣 他們母子在 我看他又去罰天酒店 對吧 他們兒子也在 但是他的母子來 他的兒子來 要不要準備學校讓他讀 不可能小兒子放在美國阿 所以高雄美國學校在蓋大樓啦 來 台生拜託 高雄美國學校歡慶建校25週年 同時舉行新建校舍動土典禮 地點其實就是原本借用 勝利國小舊校區的用地 市府透過合法租賃程序 將舊校園重新活化善用 原子新建新校舍 在隆隆的鼓聲中 高雄美國學校新校舍 破土開工 市長陳菊 AIT高雄分處處長歐介林等貴賓 走持精采 共同完成中國位十足的共土典禮 新的校舍完工以後 那可以提供 在高雄所有的學生 幼稚園到高中 我問你啦 美國離開台灣那久了 當時還有幼稚園啦 這要去打到那時候 他有綠卡的身份才可以打 這就不是你拿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才可以打到的嘛 你要想起這麼大間 要做什麼 這就是證據啊 我們來看AIT啦 來請 AIT美國在台協會 預計在2014年 就要搬到台北內湖的新家了 而這棟新館 是各國在台灣蓋的第一間代表處 造價高達新台幣63億 不過雖然不是最貴的 但是主打的是綠能建築 而且AIT的發言人說 為了安全的考量 所以工人一半是台灣人 而在涉及國家安全的部分施工 只是特別由美國工人來台灣施工 一看到媒體接近工作人員 立刻提高警戒拿起了相機 這看起來非比尋常的工地 就是AIT未來在台灣的辦事處 將政府租下內湖這片山坡地 美國在台協會正在蓋新大樓 不但工地戒備森嚴 甚至連部分工人都從美國空運來台 工人一般是美國人 可是一般是本地人 所以杜波爾的街路真的是本地人 從美國來的是做特別的 安全的那樣的部分 我們常常你說 沒嘗試看電視 這電視給你看你也看不懂 對吧 這都電視部 但是你不會解釋 他跟你說AIT你就AIT 這也新聞 來請放台聲 3月中 3月中的新聞 這個畫面讓攝影迷軍事迷為之瘋狂 美國空軍專機隊的 他們737這個飛機 通常就是周邊有那種議員 要來台灣的時候對不對 他們會出這種專機任務 就乖乖的待在松山軍機場 按照過去的規定 美國軍機是不會在 飛邦交國的地方過夜 而這幾年逐漸鬆綁 過去的話來講 就是那個飛機飛來 然後人放下去以後對不對 他飛機就會飛到 琉球的夾手那封軍機去待命 因為雙方的關係比較好 所以就是說這個飛機 也可以在台灣過夜 美國軍機是在晚間6點左右 飛離台灣土地 那趕快沒嘗試看電視 看到電視你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什麼怪怪的 你們在上完課 你們知道他不怪 但是你只要把這個演聘拿給你朋友 他還是看不懂 你沒有解釋他看不懂 中華民國要離開了 到底怎麼離開 早上秘書長有講 你們去查中華民國行政院 回去查了 等一下手機就可以查 中華民國經濟部 中華民國財政部 前面那個四個字的中華民國 都自動刪除 因為什麼 台灣關係法第15條 你們回去看 因為我今天沒準備這個資料 聽清楚 台灣關係法的第15條 就是因為這個第15條 所以中華民國這四個字都消失了 我們來看這個海峽號 這個海峽號已經 他可以載那麼多的車子 來 請放這個影片 為什麼要載車子 不同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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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更陷 來 下一段 準票都有 台中港 台北港都有 每個禮拜 1 3 6 2 4 5 這個都有傳票 都通了 台灣人看到這種新聞都不怕 我看後面 我看後面 平坦 那段眼皮不要看 我老時間讓你們看得比較清楚 就是說 台灣民政務是唯一 唯一 唯一 聽清楚唯一 唯一 要透過選舉 我們就會拿到政權 像來上課 這樣 當然後面還要接受很多訓練 我們在外面 在外面 在外面 可以用這樣 來對所有的朋友 解罪 就是說 調台不 要解草犯貸 因為你如果不相信 要解草犯貸 你怎麼會扮新聞政 你扮新聞政 你扮新聞政就沒效了 所以你剛才那些政府 你要讓他看完 你一定要 一定要解草犯貸 我們不是在編故事 我們不是在編故事 你要讓他了解 政權要交替了 你不要再猶豫了 你要先為到你的財產 新聞政金辦 要不然40塊錢換一塊 叫不來 你如果還有體力 你覺得 可以為了台灣的未來 做出貢獻 跟台灣 未來 在你變成一個 世界最好的 一個福利國家 你有那種 書名三星的時候 請你跟我們一樣 最可 因為為什麼最可 不然你頭部不清楚 我是台灣人 又是中國人 最可不可以讓你清楚 我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 你將來才不會出賣台灣 在後面有一段鴨瓶 這段鴨瓶就是我剛才跟你說 我剛才給你看這個 這有八分鐘 我們可能會萬一三分鐘 這段鴨瓶是 在古年的聖誕節前 我剛才去基調去帶我兒子 來回來台灣上課 那段時間我剛才在做資料 全部在找那個 我剛才跟你說的 台灣關係法第15條 他怎麼說 自從1979年1月1號以前 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15條這樣寫 表示1979年1月1號以後不承認 所以我跟你說 你傻台灣人去做兵 中華民國有一本兵役的權利給他 那他有近年放在台灣省政府裡面 以後台灣關係法以後 因為那些政府很多 你們有興趣去找 我們來看這個鴨瓶就是 這個警察把我拿下來 因為這之前一個禮拜 我才去找這個資料 中華民國都沒有了 這個資料 所以這個警察 未來你都會遇到 在座各位 你如果有車牌你都會遇到 稍看看 武功密集稍給你加一下 那時候你給警察 你給我看全部都沒有事 來請 對啦 我就跟你說 你有你的公法 我也有我的公法 就跟你說 都是政府嘛 你現在 你一直口口聲說 你叫做台灣的中華民國 就跟你說 中華民國就不存在了 你只說 沒有 你跟他講 中華民國就沒有了 你自己去上網去查 就跟你講 中華民國沒有了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你那個 我問你齁 你們現在的紅單子上面 還有中華民國嗎 你現在開的紅單上面還有中華民國這個資源 他是道路交通管理所管條例 好啦 你一直跟我說中華民國 我問你說中華民國還存在嗎 你不知道台灣民政府也許算 我就跟你說台灣民政府這個問題 車子要開齁 在目前 我跟妳講齁 我沒有錯 我上面已經有標示 第一個 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你 因為這一桿我是怎麼搜 你看這個已經說這樣 你有看到嗎 啊這個折損啊 浩排的折損啊 啊對啊折損 你沒有你開折損的庭 嘛 我的車牌這樣啊 你這也沒有電話 我今天 那車牌 等一下 我把他拗這樣 我今天已經去 我今天才去 我今天車我也有開來 但是 後來為了要嚴車 我就喊不便 沒辦法 沒有違反是因為他 他拗牌兩台懸掛嘛 我今天沒有違法 我們今天是在我們的重量 你本來就違規 你沒有違法 啊沒關係 啊你開庭嘛 你如果認為我違規 你給我開庭沒關係 違反你的中華民國的龜女 去開單子沒有關係嘛 對啊 這個他也跟你 你認為說你中華民國是個政府 台灣民政府也是政府 我們今天沒有違法 也沒超數 什麼都沒有 我們今天沒有違法 沒有問題是你懸掛的位置 啊你開單子嘛 我就跟你說你認為我違規 你開單子 你開庭出來啊 這如果你們好生 你現在包括你的紅庭三 這如果你們好生 那如果我們好生 我早養他做 頭要先把他拔下去 我用這路的人 叫你拼你開庭 不敢開 你按照 好啦你按照你把他開庭 你把他開庭 你把他開庭 我知道啦你就把他開庭 這是車子的行照 上面是寫駕駛 不是Driven License 是不是 這張叫做駕照 這張叫做現在 如果按照你的說法 這是台灣的身份證 這也不是駕駛執照 啊那個就是我們的駕駛執照 那是你的駕駛執照 你剛才一直跟我說 根據中華民國什麼東西 我的意思是 你是哪一國 大陸有交通管理所 你不要剛才說 我知道啦 我沒有違法 你可以開單子 你可以開庭 沒關係我接受 你本來叫沒有違法 你只是違規而已 啊好嘛你開庭 我現在跟你說 你可以開庭 我收 我在發款 對啦 現在我的意思是跟你說明一下 啊你就開單子 我沒有叫你不要開單子啊 你剛才會跟我說中華民國 啊中華民國我都跟你說沒了 你覺得中華民國 你現在紅衣衣衣 上面有中華民國 我挑戰給你做多少 上面不會是中華民國 上面是... 你剛為什麼一下車 你就說你中華民國 你上面有什麼中華民國 你不要 我沒有跟你黑白說 我走你才去 我說你開在道路上 就要按照道路交通管理事法條例 對啦 安全規則 你要知道齁 台灣這些土地主人 是什麼人 你知道嗎 台灣民政府是這些土地主人 你最好用無線電問你的主管 台灣民政府到底是什麼單位 那兩隻 我跟他一下 我以前姓芳 你如果說我不依規定懸掛或是怎麼樣 你就開庭就好了嘛 我就請你開庭 那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是跟你說你可以去問你的主管 好啦 我沒有叫你不要開單子 我們沒有一定要跟你開單子 說明我現在要怎麼辦 我先跟你查核一下 好啦你查核啊 對啊 我都是依照這個條例 依照這個條文跟你說明 規則八十條條第二項 出門要攜帶行車駕照 執照以備警方查驗 你現在就沒有駕照 你只有出示那個駕照 行照 我已經不錯了 我今天還有中華民國的行照 我平常出門要我把你驗車帶去那張 沒有我平常就只有那張跟我的身份證而已 都沒有事情 直接台生拉後面這裡 直接拉後面這裡 沒問題了啦 就感恩了 就要行喚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105010分的時間 你如果要資料 你後一次 下一次啦 下一次你來上課 再把他們後面COPY 方便你去做選團 不然我跟你說 你去馬修是很正常的 什麼事 你那個東西管理 蛤 那一張是我那一天早上去驗車 驗車齁 我就是那個車牌我刻意的 我不把它打平 那個樹林監理站的那個課長說 你把那個車牌恢復原狀 就讓你過關啦 那一張就是我所有的驗車全部過關 他後面的其他的地方給你寫說 掛了兩個車牌 掛了兩個車牌叫我拆 我哪有可能拆 然後去他們的課長 從辦公室樹林那個來 跟我說 他說 抱歉啦 你自己拿下來好不好 我說 我台灣民政會 我怎麼會這樣沒進去 他說 我知道 你們疑人 那個警察局頭前 有一間辦公室 我疑人 我說你讓我們好做的事情 我說沒有這樣 你出公文 結果公文你去裡面 公文七八八 還沒有這條 沒有說兩個懸掛 我就公文 剛才拿去放在車上 我知道 那天晚上就幫我拆 那都天公八 安排 所有人他不去拆 他就去拆到我剛才一禮拜 之前中華民國不見了 我剛才要做公口 我剛才做好了 我剛才做好了 做好他就去拆到 真的你別人去拆到 他不知道那個故事 因為我剛才做完資料 真的剛才拆到 現在這兩個人 世界級的 我們一家公口全世界 都你看 臨時演員說好 這後面有機會 也要表揚一下 他表演得不錯 讚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